第二百九十三集 杨如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跟小蕊说过 这辈子不会服她 这辈子我只会有她一个女人 骆天林笑了 我得守信 顿了一下 当年小蕊失踪了 我是不想成亲的 可是他们逼我都在逼我 我不能不顾骆家 所以 后面受不下去了 杨如新竟然觉得鼻子一酸 两久才点头 洛书 我让过程顾名送你们回泉州 他这次出来得很匆忙 只带了一个心腹 再带上楚蕊的话 肯定不方便 谢谢 谢谢 骆天林笑了 低头从怀里 掏出了一块玉牌 兴儿 虽然咱们才第一次见面 但是洛书知道 你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这是骆家的信物 如今骆家 是我弟弟骆天问在达里 以后有什么需要 你拿着这个去找他 他一定会赴汤刀火的 杨如新没客气 之前是想着跟楚家讨分人情 结果发现 楚家的人根本就很冷血 所以估计是讨不到了 不过现在 能得到骆家的支持 也算是赚了 毕竟这么些年 骆家 早就超越了楚家了 不过 楚家那边 他不介意找机会 过去炸一下 哦 洛书 这是两颗药丸 虽然不能七次回生 且也能延续生命 杨如新塞了一个瓷瓶 给了骆天林 要查明真相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 我不希望你半途而废 我更希望瑞怡 能等到查明真相的一天 骆天林含泪 接了要玩 告辞离开了 杨如新进了空间 看着那张专门 为了楚蕊放进来的小床 心里特别的难受 问世间 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刚想到这儿 整个空间忽然发出了 轰隆隆的声音 而且伴随着声音 又开始动荡起来 杨如新吓了一跳 急忙靠着墙角 抱腿坐了下来 去空间 到底什么毛病呀 动不动就地震 好东西都被震坏了 不过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震幅很小 没像上次那样 差点天翻地覆 只是轻微地颤抖 不过 就是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差不多得有半个小时 才平静了下来 杨如新呼了一口气 脑子里又出现了信息 起码爬起来往外跑 后面 slaver 在这一块 一块和水 一块块可以种一样东西 中了之后 就可以无穷无尽地享用了 杨如新连想都不用想 这四块地 两块种辣椒 然后 一块茶叶 一块种水稻 想到这里 就往回跑 将那花盆里的辣椒搬了出来 然后 揪了两颗辣椒下来 一块地里埋了一颗 这才忽利口气 然后准备出去 弄茶树和大米 只是 还没等得出空间 脑子里又蹦出来一条信息 每块地 只能种不同的植物 否则 不会生长 也就是说 两块地里都想种辣椒 对不起 没门 好吧 米奥椒 你有理 羊肉心只能无奈地过去 将其中一块地里的辣椒 挖了出来 还好 他刚刚没将辣椒里的种子 扒出来撒进去 否则 要捡出来 那可就费劲了 不能种辣椒 那就种别的吧 羊肉心抓了一把大米 埋进了土里 空间里吃食可真不少 要种水果的话 空间里有大枣 桃子 柿子 葡萄什么的 最后 羊肉心选了葡萄 这东西可以吃 还可以酿制葡萄酒 至于茶叶 得出去弄 他的空间里 还没有储备茶叶 等过几天就去秋老爹家里 顺便看看 能不能弄设上好的龙井茶树 转眼到了要王菩萨诞辰日 于是陪着董文秀 带着羊肉心等人 准备去灵饮寺 拜佛祈福 可是一行人刚到门口 后面就有人追了出来 娘 我也去 竟然是董若秋 羊肉心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董若秋要去 那么杨柏月肯定也会跟着去 他倒是会利用人 果然杨柏月很快就追了上来 阿秋 咱们在家好不好 我要去吗 我要去 董若秋撅着嘴摇头 我要去救菩萨 我要生宝宝 董文秀在董若秋出现的瞬间 脸色就变得难看起来 此时看见杨柏月 身体顿时晃了一下 娘 杨肉心急忙伸手 搂住了董文秀的肩膀 郁青哥也急忙挽住了董文秀的另外一个胳膊 于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昆杰 带着秋儿回去 娘 我不要回去 我就要去吗 我就要去 董若秋却直接地开始撒泼了 甚至还大哭起来 扯 于是郁闷地看向董文秀 妹妹 要不 她觉得 为了这个妹妹 她做得已经够可以的了 至于那个女婿 之前 他们也不知道不是 更何况 那也是你自己认人不清 总不能将所有的错误 都怪在她的女儿身上不是 当然 这些也不过就是于是 在郁闷的时候 在心里抱怨一下而已 可不敢说出来 更不敢表现出来 否则 她在董家 可能无法立足了 大舅母 要不 我带着我娘去吧 杨若新扫了眼 低着头的杨柏月 然后笑着 看向于是 这么多人 没必要一起走 你说呢 车 就这么定了 我们一辆马车就足够了 杨若新笑了一下 然后扶着董文秀上了马车 他们加上丫头 一共六个人 一辆马车宽敞得很 不过杨苗和旭儿 都是第一回来杭州 所以兴奋的 都坐在外面的车员上 车厢里就更宽敞了 看着率先离开的马车 于是的眉头皱得老高 不由地瞪了眼杨柏月 又看了眼身边的丫头 取情老爷 他可不敢就这么带着他们一起出去 万一出点什么岔子 那就真的完蛋了 杨柏月瞬间抬头 看了眼于是 不过很快捶了毛子 眼去了眼里闪过的 那抹恨意 董文明很快出来了 狠厉地看了眼杨柏月 然后看向董若秋 可是怎么哄都不行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索文明责怪地看了眼于是 他怎么能让妹妹就这么自己走呢 于是满心地委屈 你那个外甥女儿那么强势 我能阻止得了吗 索文明无奈地叹了口气 吩咐人重新准备了马车 并且多带了人手 让人加快速度 他得追上妹妹才行 只是 杨柏星坐的马车 再离开董府没多远 就在一处僻静的地方 停了下来 你随便找个地方吃吃喝喝也行 或者找个地方睡大觉也可以 下午再回董家 杨柏星给了车夫五两银子 谁问起来 你就说我安排的 别的都不知道就行了 表小姐 这 哎呀 给你银子你就拿着 又不是让你杀人放火的 你就这个什么劲呀 郁清哥拿过银子 塞到了车夫的手里 赶紧去吧 车夫顿时乐了 千万谢之后 转身驾车走了 星儿 这是 朵文秀奇怪地看向闺女 娘 这叫 有备无患 杨如新笑了笑 然后冲着远处招了招手 众人急忙回头 就看见两辆马车驶了过来 到了跟前停下 坐男装打扮的杜曼和杜鹃 跳了下来 大小姐 上车吧 朵文秀也就不问了 被杨苗扶着上了马车 而杨如新和玉清哥也上了马车 下人们折去了后面的车子 林尹寺并不远 就在西湖边的林尹山上 当然西湖这个时候的面积要大很多 从董家出来要绕大半个湖 杨如新一行人 欢声笑语 而之前董家的那个车夫 得到银子之后 美滋滋地赶着车去城外的运河码头附近 准备找一家清幽的小茶馆 要上一堆的吃食 点个小曲儿 就能惬意地消磨一天时间了 这样的机会还真是难得 可是刚到茶馆附近 马车的车轮忽然发出了一声咔嚓声 然后车轮子居然掉了下来 车夫吓了一跳 还好因为快到目的地了 他的速度降得很慢 否则那会出大事的 最时冒了一身的冷汗 急忙跳了下来 可是还没等他检查车轮 那拉车的马却忽然嘶鸣一声 暴躁地拉着破车就跑 回来 你他妈给我回来呀 车夫的脸色煞白 急忙过去拉马缰绳 但是那疯了的马 哪里会听人的命令 一下子就将车夫给拖倒在地 撂去厥子狂奔了起来 只是还没奔跑多远 忽然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地抽搐了起来 杨如新等人此时已经到达了灵隐寺山门下面 在对面果然有一座飞来风 那红色的雕刻大字十分的显眼 走吧 咱们赶紧上去吧 今儿人可不少 杨如新扫了眼四周 招呼大家上山 因为他远远地看见 董家的马车也追上来了 咱们上香做过法事之后 就下来逛逛 我看这边还挺热闹的 众人便不再停留 一起往山上走去 因为灵隐山本来就不高 所以爬起来很轻松 眨眼间 灵隐寺的寺门口就到了 有几个小和尚等在门口 杜鹃急忙上前行礼 告知了他的性命 其中一个小和尚就过来 给大家行礼 施主里面请 休息的课舍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带着大家往里走 小和尚一边走 一边介绍灵隐寺的情况 跟个导游似的 很快就到了后面的竹舍 小和尚行礼 这是施主提前预定的课舍 里面有茶点 施主可以先稍事休息 顿了一下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药王殿就会做法事了 可以早点过去 那个大殿只能容纳二百人 如果晚了就没地方坐了 到时候主持见会大师 会亲自送经讲法 还会为有缘人 送出十枚开关护身符的 董文秀一听 十分的兴奋 星儿太好了 一会儿一定要求两枚护身符 想办法给清衡和阿颜送去 千惠大师亲自开关的护身符 肯定十分灵验 小和尚忍不住笑了一下 哼 我家主持师祖的护身符 可是千金难求 不是重大法事 从来不会赐福的 说完之后 先行离开了 董文秀很开心 越是难得 就说明越是灵验 为娘一提醒 杨如心觉得 她想顾亲衡了 这都分开快两个月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因为小黑夫妇生孩子 要孵化小鹰 所以她带走了姑姑 也不知道姑姑 有没有烧信回去 那就等到外婆的忌日过了 她要立马回去 杭州城虽然好 却不是她的家 现在的她 早就将大埔东村 当成了家了 灵隐寺的规模很大 按照小和尚介绍的 如果要想逛完 估计得半天的功夫 因为离着药王殿的法事 也就还有半个时辰而已 所以就只能捡着 主要的大殿上香磕头了 大家都十分的虔诚 不仅磕头上香 也都按照自己的能力 捐了香油钱 刚到了大雄宝殿的院子 就看到了董家的人 董文秀的眉头 顿时皱了一下 秀儿 董文明急忙走了过来 大科 大嫂 董文秀强忍得难受 扯了一下嘴角 董若秋却皱着眉头 看着董文秀 满脸的警惕 手还紧紧拉着杨柏月的手 杨如新眯了一下眼睛 其实 她是不喜欢这个表姐的 不是因为她脑子不好 而是因为 她自始至终 都对董文秀表现出 十分明显的排斥和防备 甚至没有正经喊过一声哭哭 就比如现在 她甚至都觉得 这个表姐好像根本就明白 董文秀和杨柏月的关系似的 这倒是挺有意思了 秀儿 我们 大舅 杨如新没等董文明开口 起码上前一步 我们正准备去大雄宝殿拜拜 你们也赶紧去吧 一会儿法事就要开始了 晚了就耽搁了 董文明就将要说的话 可咽了下去 杨如新冲着于世点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直接无视了董若秋 拉着董文秀 进了大雄宝殿 董若秋就算心智不成熟 但是该有的礼貌也该懂的 她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傻子 可是 好像从来没见过她 敲过董文秀一声姑姑 更别说叫杨如新一声表妹了 那她何必跟她打招呼呢 董若秋更是撅了一下嘴 然后拉起杨柏月就往前走 似乎觉得 不跟他们在一起很高兴 董文明叹了口气 眉头皱得老高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跟着闺女去了天王殿 娘 杨如新进了大雄宝殿之后 看了一眼董文秀 有些事 你必须要自己放下 否则别人是帮不了你的 星儿 我知道 可是 可是那是你爹 现在 却成了表妹夫 我这心 我这心想起来就恶心的难受 我看着他们 我就觉得胃力翻当的厉害 刚才 我都怕我吐出来 那就是侮辱佛祖了 娘 你恶心就对了 我都觉得恶心 不过 娘 有人长得相似很正常 我爹死了 六年前就死了 这六年来 你替他照顾孩子 给杨家当牛做马 你对得起那个丈夫了 而这个人 是莫文杰 秀姨 姐姐说的对 这都不是你的错 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 而惩罚自己啊 是不是 他当初抛弃你们 不就是想着富贵吗 可是现在呢 姐姐可是富贵中的富贵 他肯定后悔死了 良久 杜文秀做了个深呼吸 然后点了点头 你们说的对 我不难受了 佛祖面前 怎么不说这些 来 你们也拜拜 保个平安 其实 天下寺庙都差不多 法式的形式也都差不多 之前的青莲寺见识过了 所以这里 没什么稀奇的 修儿 一起吧 朵文明赶了过来 邀请朵文秀 一起进去 朵文秀 看了杨如新一眼 杨如新点点头 娘 你跟大舅一起去吧 我就在外面 四处走走 我陪着秀姨 郁清哥跟着 进去听佛法了 董文秀点了点头 跟着董文明一起 进了药王殿 将之前自己秀的佛经 恭敬地 放在前面的台子上 这才找了个仆团 坐了下来 后面 于是带着董若秋 和杨柏月也过来了 杨如新跟于是 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然后嘱咐杜娟 好好看着董文秀 自己则转身去了 药王殿的偏殿 那里供奉的是 历史上的药王 孙思苗 还有两位神医 扁鹊和华陀 因为大家都在主殿 所以其他的地方 人就比较少 清儿 刚给几位前辈上了香 磕了头 放了香油浅 起身的时候 后面就传来一个 让人恶心的声音 杨如新忍不住 皱眉回头 表姐夫 你不陪着表姐 怎么跑这里来了 边说边往外走 杨柏月一脸的痛苦表情 不过却跟了上来 清儿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却不能不认我 好歹我也是 莫文杰 杨如新瞬间冷了脸色 哼 你忘了 在杨家老宅时候 说的话了吗 你确定 还要继续 没关系 只要你现在敢出去承认 你不是莫文杰 你是董文秀六年前 失踪死了的杨柏月 我就认你做爹 我 别跟我扯什么失忆 我是大夫 是不是失忆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世上的事 的确是太巧了 如果我娘 不是董家失踪的女儿 你还会过来认我们吗 杨柏月一冷笑了一声 哼 只是老天爷 可能也看不下去 你的狼心狗肺了 所以 才会安排我娘 成了董家的大小姐 哼 这样的结果 你就好好地享受吧 星儿 就算我千错万错 可是我也是你爹 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这个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杨柏月 杨柏月做了个深呼吸 这两个贱人命还真大 马车被坐了手脚 马也被坐了手脚 他们竟然还没事 难道真的是老天爷 在帮他们吗 有本事 你说出来呀 杨柏月一笑了 看看 能不能个影死一片人 你 什么 想打我吗 杨柏月一上前了一步 脸上笑得很诡异 你难道没觉得 你的小腹 偶尔会隐隐作痛吗 杨柏月顿时变了脸色 哼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的 只是 活醉 却是会伴随你一辈子 还记得之前 找我给你治病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如果治疗的次数不多 那么你体内的毒 就永远存在 你这是不孝 你会天打五类轰的 杨柏月感觉到了恐惧 哈哈 哈哈 不孝 我爹早就死了 而且 你连祖宗都不认了 就算要打雷 也该先劈死你才对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